号称作战范围一万一千公里的RS24亚尔斯洲际弹道飞弹发射威力惊人 另外一枚前射弹道飞弹青州从核动力潜舰图拉号上发射双双击中目标 这是俄罗斯开战后的首次核武演习 同时还派出了两架可以投放核武的图九五长城轰炸机起飞 就是要展现俄罗斯核三位一体的打击力 俄罗斯总统普钦全程是以视讯的方式督军 假想敌很明确 一开口就骂乌克兰和美国合谋攻击俄罗斯 甚至还恶人先告状 说是为了严防乌克兰会用核弹才要演习 这说的就是俄罗斯最近紧咬不放的脏弹指控 乌克兰军官校说欢迎国际元能总署的专家到境内所有的核设施来查 就是没有所谓的脏弹 从23号俄罗斯国防部长抛出脏弹指控以来已经过了好几天 俄罗斯明明没有证据却还不断放大脏弹说 这已经让美国很警戒 担心又是俄罗斯惯用的假骑行动 先栽账对手 北约是同声谴责 登上美国航舰部息号 北约秘书长表示 最近没有看到俄罗斯要动用核武的迹象 但是他也警告普清千万别动歪脑筋 而脏弹到底是什么 脏弹是混合放射性物质和传统炸药的炸弹 破坏力有多大就要看放进去的放射性物质是什么 如果是医疗放射性物质色破坏可能比较少 但如果是孤六十的话就很难说了 不管如何只要使用了放射性物质 就是违反国际红线 但是俄罗斯似乎忙着向乌克兰扣罪名 反而不顾自家前线士兵的死活 拍影片痛骂政府 说什么都没有还要来打仗 俄罗斯士兵是满肚子火 找不到人 传出了普清盟友创立的瓦格纳佣兵集团 甚至还把染了HIV C型肝炎病毒等传染病的士兵 通通送上了前线 乌克兰就公布了照片 说有士兵手上确实戴着红色和白色的塑胶手环 还传出俄军内部拒绝和这些伤病的士兵一起作战 医护也拒绝救援诊治 俄军前线可说是一团乱 TVBS新闻综合播放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